嗨大家好我是巴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牛牛薯条 我记得是好几年以前麦当劳出过这种薯条 然后就是很偶尔的时候 它还会偷偷摸摸的上线一下 然后又下线了 这就很那什么 而且有时候它还是部分城市限定的 就是你想吃到都很难 上次复刻那个麦当劳火锅底料炸鸡的时候 我看到就有很多人在刷这个牛牛薯条 我去了解了一下 其实做牛牛薯条最出名的应该还是Arby's 他们做这种薯条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 也被评为是北美最好吃的十大薯条之一 然后恰巧我还找到了一个 他们介绍这个薯条制作生产线的视频 大概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做的了 那今天就在家来试试看 能不能做出这种牛牛薯条 那如果我做成功的话 希望大家能给这个视频点赞 要做这个牛牛薯条 最难的就是怎么把土豆切成那个牛牛的形状 生产这种薯条的工厂 是用生产线定制的机器制作的 做出来就是那种变化线的样子 或者是像刚用卷发棒卷完的头发 我还想到了小时候用的那种手摇卷笔刀 去网上一搜 还真买到了一个可以切圈圈的工具 说明书上说这个刀片的孔越大 切下来的蔬菜就越粗 来试一下 这个好像不行啊 你看它切下来的是这种很薄的 像薯片而不是薯条 一团大波浪薯片条 家里没用的东西又增加了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复刻出完美的牛牛薯条吗 我又淘来了一个这种取芯器 是可以用来给苹果取芯的 它可以这样一圈一圈的把土豆的中心掏空 就卷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不过好像还是一片一片的 没有那种中间空空的圈 有办法了 可以先用粗一点的筷子戳个洞 再用这个刀来转土豆 好像总算有点样子了 通过这个思路 我有了最终的方案 先把土豆两头切掉 用这个小号的钻刀先转一个孔 再用大一号的刀沿着边缘继续转进去 哇 这个感觉完美 终于可以量产了 这个小的其实也很可爱 可以用来做儿童套餐 把所有卷好的薯条浸泡到清水里面 洗去多余的淀粉 个头大一点的土豆 甚至可以转好几圈出来 感觉我手动的做出来 要比生产性的机器还要好看一些 只是未来这两天 饭桌上可能少不了用土豆做的菜 把所有的薯条先放到热水里面 用小火煮十分钟 然后捞出来晾干 我还把它们分成了三六九等 谁让它们长得就很卷了 这个是儿童牛牛 普通牛牛 极品牛牛 这个就很像小时候玩的那种玩具 你没没玩过 这时候我们来调一个秘制的面糊 需要面粉 红椒粉 洋葱粉 卡燕辣椒粉 盐 还有水 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具体的配方我会贴在视频的最后 大家记得收藏 终于可以来炸薯条了 油温先加热到180到190度 把牛牛薯条们在这个秘制面糊里面滚一下 全部 Religion 含油锅炸4到5分钟 焦 还有含油锅炸4到5分钟 速熟 哇 超级香 没有找到麦当劳的盒子 用它代替一下 你喜欢小卷的还是大卷的 牛牛薯条完成 哇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似乎这样子用这种最笨的办法做出来的 好像比生产线还好看一些 做了两种 一种是小卷的 一种是大卷的 小卷的这种就更像电话线一点 牛薯会更喜欢吃哪种 可能再过十几年 很多小朋友连这种电话线都没见过了 来尝一下 哇 炸的好酥啊 因为它有很多层一圈一圈的 就是就让你手里握了一把薯条 一次性把它吃进去咬断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酥脆的声音 就会让你一下子食欲就起来了 哇 因为加了一些辣椒粉 它吃起来会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 讲这句废话 薯条和可乐永远是最佳搭配 来尝尝这个电话线 你们说这一根薯条等于正常的几根薯条 这样吃能不爽吗 如果你要做这个薯条的话 可以往那个裹粉里面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调料 比如多加一点辣椒粉 或者加一些咖喱粉什么的 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当然也可以蘸番茄酱 吃这种牛牛薯条口感真的跟普通的薯条不一样 绝对是那种普通薯条给不了女的口感和快乐 这两盒我要把它留起来 晚上带给朋友吃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吃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又吃不到的东西 也欢迎通过弹幕评论或者私信发给我 我做给你们吃 那这次的牛牛薯条希望你们喜欢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这个系列 希望可以帮我点赞三连 那我们下期见 干杯